亦有旁边的玩具贵公子,水哥一起爆玩具 有没有买到? 我是失败的,在PV订阅 但我见他现在外面市价好像是正常价 因为听闻大一批好似很多人有意外 有些人可能吞掉油 或者是背部的噴射器那年度 出了事? 立刻看看这只有没有问题 正常的box art 特列斯的棺材 专用机Torgis 2 本身说回一套有没有看? 我们基本上都是Gundam fans 为死而死 自杀 他第一次想自杀 第一次想自杀就是冲去天明座 打算吃个炮杯 但被女儿再自助 你不可以在这里死 但是W的真可憐 是 这是公子 真可憐 最多人是零食 W都有几个 有几个 另外一个求死的场地 就是求人得人 五飞 其实五飞是彻底给特列斯 愚弄的 由头酸到尾 是 你连最后的东西都要再将她的自尊心摧毁 还要串他 你知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真的有数 是的 无论 无论 这套是好看的 亦都真的说 就着女性的市场来说 高达这个Gundam W是很成功的 它是第一套打出海外 是 是欧美国家的 我们有看 你要想一想 高达五指 每个都有粉丝 女粉丝 模型也好 全部最后 放到最后面 Anyway 特列斯亦都超多粉丝 另外 用Torgets 3 叫什么名字 算了 他都超级多女粉丝 你真是整件事瘋 你有空无事 还要那时候 我要杀死你 哇 天女 就是我们看到个刺线 我心里有没有搞错 有有病 不好意思 我们说完剧情 真是说回这次Metal Robo 和这一只给大家什么 等一会 好 说明书 对了 好 棒棒声 本身是两底 一个台座 一个主体 台座我不拆了 纯粹不过都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台座有诚意 黑底 钢琴面 再加烫金蓝色的 整个字 整件事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等一次知道它原来有老套 是呀 这个老套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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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还有你想想你又给多一千银 那些什么Metal Build 他给了什么台座 你 哇 崇八 崇八色交台座 好了 回到Torgets 2 刚才水哥也说了 在网上有些朋友 最主要在KC方面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 计冠 第二 推进器 你先说有少少卡都当Z 有少少卡 背包是否有少少卡 你说到背包在四个位置 似乎是 首先第一件事说 这些东西 如果大家 监制是否在这里 OK 接下来是否这里有个功能 对 在这里做 类似卖物会的东西 这些东西就会在这里卖 所以 实物如图 所以我立刻爆 完全 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会扔的 我也不是那些 就是 留这些来做什么的朋友 所以买的时候 这张东西是不会有的 我是会扔的 所以塞下来 看看有没有问题 先 图片非常多 其实 直脚都可以 可能 是 你放定点 我会扔一下 好少少的站 给看观看 人家过来买也安全一点 又买广告 买广告 先放定 这个 脚掌设计也很特别 这个鸡棍是英俊的 是否要他不站稳 直脚强不太小 我觉得是 直脚强不太小 整个东西我有挺高的评价 除了 棋的问题之外 因为他本身的脚掌设计 真的是 他妈的小 而且他本身的份量也很重 所以我们现在放手在桌上 我怕摇摇到 平时我就是这样的 磅磅 这个我跌硬 我觉得蓝色上得不错 没得撂 真的没得撂 可惜因为他大腿的白色 大家玩的时候 小心一点 高硬 高硬 小不小心 把玩到高硬 哈哈哈哈 所以也有一句 买的时候 这东西 黑了也别怪我 因为我也要和大家介绍 好了 转了一个圈 本身其实大家都看到 Torges II 和Torges I 最大的分别 当然一定是颜色 另外你会看到 本身 特别是这个官位 始终Torges II 都是特列斯的座架 而以他的身份来说 变成一种 统碎的感觉 他要做出来 那种中古武士 那种感觉 也会带出来 他童话里面 站在战纜上 抬着这枪 这个一定要摆 哈哈 另外本身 其实他和Torges I 比 背部推进器 都有分别 因为本身 大家有看的话 都记得 Torges II 主要都是靠 Torges I 的后备零件 再加上尼奥的 一些后备配件 继续 而始终在科技上 也有些进步 所以在推进器来说 它和Torges I 都会相对比较小一点 变成整件事 虽然功能上 不算有很大出入 但是在细节上 也都是有一些 进化的 我可以这样说 好了 另外刚才说 大家玩的时候 都有机会 high的 連动背包 究竟他有没有事呢 哈哈 是 没事的 Yeah 一边开一边删 一边删 一个连动 做得挺好的 如果他没有事 就做得挺好的 看到本身内扣 都出得非常漂亮 引擎也用了黑铁色 之余 其实还可以移动 我想打側一点 可以让大家看看 推进器 里面装了的设计 两个黑铁色的推进器 里面用了金属蓝 即是最初都是 即是里面有另一只蓝色 是啊 是很漂亮的 整个处理得 另外里面的空位 也不会偷鸡 有细节 看到吗 看到 很漂亮 当然 副翼也是可以开 上下 这个盖位 也是可以开 其实 你这样看 本身已经有两只不同的蓝色 一只就是 我叫做 半江泽的蓝色 另外一只就是 金属蓝 所以真是他妈的型 在未上架之前 或者我都玩 那些可动性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有多大可动 玩完的背部 我索性正正经经 看看它有什么位置 可以移动 除了本身刚才说的 连动之外 你会看到 这里有一个波头 令到它本身推进器 可以有不同的位置放 在这个波头 我先拉下 还可以拉出来 你会看到 我不知道 看得容易 其实这里已经有几节的关节 这里有一个位置移动 下面金属位 又有一个关节可以移动 所以我已经可以这样拉出来 可以拉出来 可以推上背脊 没错 你会看到它真的可以移动 很大的范围 背脊弄完 屎忽 还有多准备 没错 细备做得好 Yeah 嘩 大佬 What do you want 你会看到 除了蜜位 这里一体形形 可以上下移动之外 这个 后盖一打开 可以看到Torgis最强的 超高机动模式下的引擎 里面也用了黑铁色来做这个衬托 好了 背脊弄回头了 似乎 哇 可以 我最初想着 其实它头的可动性很一样 谁不知 它本身在 身 或者我叫做颈 它里面其实偷空了很多位 所以 你会看到 它的头和身的连接位 只是有少少纏 但是 它是可以 用到尽 来做回向上 向下移动 向下移动 你要看前面这个下移 或者我叫做领位 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变成移动的时候 是完全不用担心 哇 这个很棒 左右更加不用担心 无形不可以向上移动 无形不可以向上移动 因为它这一格 没有特别做多一个关节 所以变成它这个很厉害 还有我最欣赏的就是 Torgis 今次的这些marking 很多 哇 好漂亮啊 这些设计 刚才那个台座的 新设计 我叫新设计 是的 这些设计 你会看到 它用了很多这一类型 有翼翼 或者很光 怎么说好呢 这些图腾式的标示 令整部机局感觉很出 很棒 有些人会嫌它多 我就不嫌多 其实你会看到这些 很有心思地 mark下去 还有本身它这个 叫王者机体的marking 白色、蓝色 配合红色和白色 做一个衬托系 真的是一拳 有一个说得挺对的 因为它将它的推进器 转到背部 因为以往它模型 或者之前推出的那些 全部都是肩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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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阻挤住 因为一摆摸 推进器就会被它压在后面 你看不到 今天它很聪明 做了背部 另外 这样看 肩关节 耳熟能长 向前拉出 变了放的王者托炮姿势 是非常之简单和容易 它可不可以拔脚底 它拉伸都几乎 看到它本身如果真的拉出 可以碰到另一边的胸口 肩甲的可动 再配上一个金属的蝴蝶 再配上一个金属的蝴蝶 换手 有没有问题 那波 一会就知道 我未玩过 我现在也是随手 立刻拿出来 腰 可以做到J 好 好 少少扣柄 大家玩这个Metal Robo 都知道骨架也是金属的 但腰部的位置 是会有 精度磨蝶 其实 它本身这条腰部相对比较松 你会看到 是 只会向后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当 这个 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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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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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你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因为它向前屈 方便它去做这个向前傾的动作 这个可动性和遮措 总是要有些平衡 左右移动 左右移动 主要靠腰和腰的横切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好了 那 鱼鱼鞋的引擎 其实你看下去 它是有少量可动的 可以拨上拨下 是的 另外 这件事真的要和大家说一说 大家在移动这个大腿的时候 记紧将 腰 关节 和这个 大腿外面的 庄夡 拉起 其实这里的可动性也很高 我看下 你好过 这就应该看到 本身的关节的设计 当你动脚的时候 可以留意本身 大腿外甲 裝甲的動向才能動大腿 就不會做到刮花大腿的情況 玩耍時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如果多了一點積的話,也要去刷膠 除了本身打橫這塊大腿外甲之外 上面的裙甲也要留意 不過,其實它的可動性也很高 所以你早一點揭起它,你就要踢腳 雖然可以舉得太高,但也不會舉得太高 其實有少少尷尬,它後面的推進器 就會對於它向後的動作絕對有妨礙 所以,動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過,照計你不會放一個跳芭蕾舞的動作 當然,向前踢軟 屈膝就很漂亮 同樣地是一個金屬的蝴蝶關節 所以,縱使你對摺也好 也不會有任何問題 膝撞也不用怕 另外,其實你已經看見 本身不小心,我都將腳腕關節咬了向前 腳掌的設計較小 但你會看到 黑鐵 銀灰 深銀灰 這個顏色分野是非常出色的 腳趾頭 我先叫腳趾頭 也有一個可動關節 不少太大 也能做到跪跪時的副作動作 沒錯,向後咬這個位置就極限了 快一點點 今晚還有很多東西,10時半 向前 也能做到的 有師兄提醒我們未裝武器 沒錯,當然先說說可動性 還有,有師兄提醒我們面罩可以脫 對呀,說漏了 謝謝 究竟大家見慣的Torges 樣貌是怎樣的呢 噔噔噔噔 嗯... 裡面都是透明件的 尼奧的頭 對呀,尼奧的機體 主要都是靠駕駛者 來發揮他的性能 這樣你就快點走了 要擺這個姿勢 就要走了 沒錯 好,上駕餐就對了 有道奔槍 對呀,這支道奔槍真棒 我想時間關係 我直接擺放一個最經典的姿勢 就算了 要先換一換一雙手 今晚還有很多東西 拿了很多東西來 對呀 我不用怕 說完就老了 我是預料說不完的 過了水哥 也很簡單 那支是金屬式的野鞅 杜賓槍基本上是可以拆出來的 德哥會不會入嗎 哪支野鞅 兩支 兩支 你才是同一支入兩支 對,同一支入兩支 那我等你 我好像跟了一支 你已經跟了 你班有 你的利用 對 跟著呢 那我玩你的一支 就算了 要放這槍 不用擺 先安裝盤子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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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本身 其實都給大家看看 盾子的設計 先不要浪費 看到其實 它的肩膀是一個多用圖的掛架 可以搏到這個球形關節 和本身的盾子的設計 大致上 你看到裡面的雕刻 或者什麼花生玩 雷射劍 都在了 另外一邊的肩膀也正在淚 是否出鏡呢 其實我很想抱起它 這隻狗很漂亮 嗯 其實我們會場那裡有一隻 茶軒仔 駐場犬 所以 還未吃完 他走過來我抱起它 你很肥 這是茶軒 這是茶軒 我還有一輪 浸屜 是 那種霸氣 大哥 真是 道品牆 好了 快一點 除非你們不用搭電梯 走 進 我其實正面不是太看到姿勢可以嗎 勉強 勉強 OK的 OK的 謝謝Chris Wong Metal Build Canvas當然是進 這個也不用多說 爆入 有沒有看了新的圖 不知道 有些圖 我看了 29 不是 10月35日 PB開 是